明朝洪志年间 汝宁府有户姓陆的人家 丈夫陆文怀是个商人 开住家手持铺子 经常去往凤阳等地行商 生意做得比较红火 几年前 陆文怀的父母去世 家中除了娇妻林氏 还有个五岁的儿子天忆 天忆是陆文怀前妻所生 前妻过世后 就续贤娶了林氏 林氏名叫淳阳 是裁凤的女儿 但父母早已亡固 他角色秀丽 温柔贤惠 对待妓子如己出 乡亲们都羡慕陆文怀好夫妻 行善心救助乞丐 投缘分结为兄弟 陆文怀为人心善 又乐于助人 多年来受过他恩惠的人不计其数 这年春天 陆文怀行商路过凤阳府 住在城内一家客栈内 傍晚时分 他在客房窗子处 看见一个乞丐模样的男人 站在街边 手里还拿住一个布包 这乞丐男鼓受林寻 引起了陆文怀的同情 他下的楼来 摸出一两银子递过去 说道拿住银子去吃点东西吧 乞丐男眼中露出感激之情 连声道歉 但接过银子后并未离开 陆文怀很好奇 就问其原因 乞丐男拍了拍怀中布包 回道方才我在路边捡了个包裹 里面好像有银钱 我要在此处等待施主 这话让陆文怀很惊讶 食不果腹的乞丐 捡到银钱进不死吞 看来此人品行纯良 也就在二人对话时 有个客商模样的人从原厨走来 边走边寻觅什么 乞丐男见着人好像丢了东西 就上前相问 经过对包裹内的物品查验 确认是这个商人之物 乞丐男便将包裹还给了他 商人不停道歉 掏出十几两岁银送给乞丐 这乞丐没有全收 只拿了一小块儿 商人更是感动 就在客栈要了桌酒时 恰好陆文怀就在身边 也就将他一同叫上 商人名叫杜西 徐州人 是各药商 乞丐男是尹州人 名叫包裹 祖上也是个小妇之家 四岁时父亲去世 家产被族人侵占 母亲做针线将他养大 包裹自小没读过书 后来做了小货郎 这次来凤阳半果 可惜遇到贼人 钱财被劫 无奈之下沿街乞讨 准备筹歇盘缠回家 三人推杯换盏 相聊甚欢 感觉特别投缘 就结为一行兄弟 三人在府城逗留了几日 各自返回家乡 陆文怀与包装同路 便结伴而行 几日后到了盈州 陆文怀登门拜见了包装的母亲 这次办活 包装压上了所有银子 被劫后已经一无所有 陆文怀临走时 给了他一百两银子作为本钱 美满家庭突发变故 男主人意外身亡 结交了两个好兄弟 陆文怀心情舒畅 生意也做得更红火 每次去凤阳 都会在盈州停留 探望包装母子 这年夏天 陆文怀又此别妻儿 去往凤阳 纯娘对此已经习惯 收拾亭当安排丈夫上路 谁知丈夫这一走竟成了永别 半个多月后 郭唐与陈天拉住陆文怀的尸体回了乳名 郭尘二人头上和身上还缠住药部 看样子受伤不清 原来陆文怀从凤阳返回时 在林泉附近碰到了郭唐与陈天 这二人都是汝宁人 也经营玉气生意 与陆文怀颇有交往 于是就结伴而行 谁知在汝宁和凤阳交界处 碰到了几个劫匪 结果陆文怀被杀 郭唐与陈天被砍伤 二人在林泉县衙门报案后 拉住陆文怀的尸体回来了 凤阳与汝宁交界处 偶尔会有土匪打劫 之前也有发生过 纯阳悲痛欲绝 痛斥老天不公 在街坊邻居的帮忙下 操办了丈夫的后事 就在陆文怀下葬第二天 钱庄掌柜张俭拿住一张借据来找纯阳 张俭说陆文怀去凤阳前 以铺子做抵押 在他的钱庄借了五千两银子 现在登门讨要 纯阳见借据上有丈夫的签字和手印 就没有多想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可家里只有一百多两 纯阳只得去自家铺子 让账房孙希取银子 孙希盘点后 说铺子的献银只有不到二百两 其他的都被陆文怀带走了 事到如今 借的钱拿不出来 铺子顺理成章被张俭收走 丈夫去世 铺子被收 接连的打击令纯娘心痛暖分 可儿子天意才八岁 为了生活 为了儿子 他只得扛起家务 深夜总有敲门声 寡妇撒下铁钉 竟发现王夫一物 常言说寡妇门前是非多 纯娘为了免遭他人闲话 每日将天意送去蒙堂后 就关上大门 在屋里做针线火 平日里 纯娘恪守辅导 尽量少接触男子 陌生男子更是敬而远之 邻居们对他的贞洁辅导称赞不已 原本一切风平浪静 但从两个月后开始 夜深人静之时 纯娘偶尔会听到敲门声 虽然大门离住屋子有三四掌 但却听得真切 起初 纯娘以为是有人敲错门 但随著经常发声 她觉得是一些灯图浪子前来叨扰 于是每次敲门声响起 她都点上灯竹 拿起剪刀守护儿子安全 转眼过去了一个多月 隔几天还会有敲门声响起 纯娘心中气愤 就找铁匠铺火计 打了十几枚锋利的铁机里 休息前撒在大门口 以此惩罚那些无聊之人 五日后的晚上 二更后不久 熟悉的敲门声又响起 但这次只敲击了四五声 就安静下来 四日一大早 纯娘打开院门一看 地上少了两枚铁机里 心想定是那个无聊浪子被铁机里扎了脚 想到此处 纯娘心中泄气 纯娘正要收起铁机里时 眼光撇到不远处有个物件 她进前将其一看 心中惊讶不已 原来这是一块玉佩 而且还是丈夫生前佩戴之物 纯娘心中惊恐 这块玉佩 丈夫一直随身佩戴 出事后身上并无此物 为何会出现在门口 而且还与夜晚敲门者有关 突发怪事 让纯娘一时之间不知何故 她原本就有偏头痛的毛病 思虑之下又发救急 头痛不已 吃过早饭将儿子送到蒙堂后 就去城中药铺给自己抓药 敲门之人被捉 陌生男子现身 纯娘抓完药正与离开 突然见你男子从药铺后堂走出 这人左脚缠住纱布 手里竟拿住一枚铁机里 正是自己撒在门前的那种 纯娘断定她就是晚上敲门之人 就悄悄跟随 走出不远后 这人好像发现有人跟踪 就闪进旁边的小巷 纯娘竟然忘了恐惧 竟急速跟了进去 她家快步子追上那人 拦住去路问道 你究竟是何人 为何晚上敲我家院门 而且还有五王夫的玉佩 这时候 有几个街坊围了过来 纯娘来了胆气 追问道 刚才问你话如实说来 不然就拉你去衙门 这人一脸惶恐 想要谢是什么 但张口后却说不出话来 原来此人是个哑巴 纯娘怀疑此人装哑 非要接放帮忙拉去剑官 这人表情慌张恐惧 就在此时 有个男人走了过来 有个男人走了过来 这个男人见到哑巴男后 惊讶到 三弟 你怎么在这儿 怎么不会说话了 哑巴男见到这个男人 面露喜色 他从怀中掏出一个带口 一边指住纯娘 一边指住带口 对男人比划 男人似乎明白了哑巴男的意思 他转头对纯娘说 这位娘子可是陆文怀的那人 纯娘连忙失礼说道 奴家正是 请问官人是何人 这男人听完激动道 弟妹可知贤弟生前有两个结义兄弟 纯娘惊喜道 奴家听王夫说过 难道你就是杜大哥 男人说 我就是杜西 他是三弟包童 却不知为何成了哑巴 纯娘说 既然是王夫的兄弟 那看来是误会 请兄长和三弟回家再说吧 街坊们见是一场误会 纷纷离开 纯娘带住杜西和包童回了家 师妙手哑巴说话 纯娘了些敲门原油 回到家后 纯娘给二人煮茶 杜西则查看包童的嗓子 他不仅是个药商 更是个出色的郎中 喝完一杯茶后 杜西去了药铺抓药 为包童诊治嗓子 虽说杜西和包童是陆文怀的兄弟 但毕竟男女有别 二人为了避免误会 就租下陆家隔壁院子 暂时住下 纯娘每日都会准备好饭菜 叫兄弟二人过来使用 杜西的衣术果然厉害 半个月后 包童的嗓子就好了 他也说出了夜间敲门的缘由 原来陆文怀出事的那次 曾经在包童家住过两天 包童的母亲很感激陆文怀当初相助 就把家传玉佩送给了他 陆文怀礼上往来 就把贴身玉佩送给了包童 陆文怀走后就发生了意外 包童当时并不知情 大概一个多月后 他在林泉一个朋友口中 得知了土匪截杀伤犯之事 包童不敢想象 结议二哥竟然遭了补测 包童便打算亲王汝宁败祭 并探望二哥的遗伤 不想郑宇出发时 母亲突然病故 包童悲痛欲绝 哭哑了嗓子 埋葬母亲后 便起身来到汝宁 悲痛母亲和二哥 让包童虚火上升 嗓子一直不好 说不出话来 他来到汝宁后 花了十多天才找到二哥的住处 但自己不能说话 又不识字 担心嫂子误会 就准备等嗓子养好后 再登门相认 这日晚间 包童难以入睡 就来到二哥家周围闲逛 突然之间 他看见一个黑影正欲翻墙而入 包童认为是贼人 但自己嗓子哑了喊不大声 情急之下跑到门前敲打 以此惊醒纯娘 惊走贼人 从这天开始 包童每晚都在二哥家周围巡视 保证嫂子和侄子的安全 近一个月时间 曾有六七次贼人翻墙 都被包童敲门惊走了 包童整日都盼住嗓子早点好 可一直不见起色 纯娘撒铁吉利的那晚 包童被砸伤 玉佩就是当时已落的 听完包童的讲述 纯娘感动到三叔受苦了 多谢你这一个多月来的守护 王夫全下有之 也该明目了 杜西听完述说 心中也是感慨万分 原来他前段时间去凤阳办过 也是在客商口中得知 陆文怀的不测 杜西也是情深之人 安排好家中事务 就来了汝宁府 与包童的想法一致 纯娘对丈夫结义兄弟的大意感动 不知说些什么 只得叫过儿子天意 向伯伯和叔叔叩头 表达感谢 兄弟分析起疑惑 陆文怀之死线端倪 杜西年龄虚长几岁 经验要丰富得多 他详细询问二弟意外后 心中有了疑惑 事发的土匪打劫偶尤尔文 但之前从未有过活口 郭唐与陈天为何能生海 二弟是个谨慎之人 出门办货为何要借五千两银子 这不是他的作风 杜西将心中疑惑说出 包童与纯娘也感觉喜悄 兄弟二人商量一番后 决定暗地调查一下缘由 就在当天晚上 那个翻墙的贼人又来了 杜西与包童上前捉拿 但没能倾注 也没看清样貌 杜西抓伤了那人 包童还扯掉了那人一窥而一山 四日一早 在纯娘的暗中指认下 杜西与包童记住了 郭唐、陈天、孙希以及张俭的样貌 接下来的时间 兄弟二人暗中跟踪 希望有所收获 五日后 各自有了发现 杜西在跟踪陈天时 发现了他后脖颈的抓伤 确定夜间翻墙之人就是陈天 包童的收获更惊讶 他在跟踪孙希时 见到他与郭唐在酒楼包间相会 包童躲在隔壁包间偷听二人对话 孙希向郭唐索要钱财 还威胁郭唐 若不应允 就将他们屠材害命之事说出去 这二人对话中 虽然没有直接说出陆文怀的名字 但根据谈话内容 可以断定所说的死者 就是陆文怀 兄弟二人将了解的情况贵总 认为陆文怀八成是被人屠材害命 凶手应该就是郭晨孙三人 或许钱庄掌柜张俭也牵连其中 两人商量一番后 决定前去报案 请衙门为兄弟申冤 清明官员秉公执法 陆文怀沉冤得雪 杜希与包童请了汝宁最出名的诵诗 写好诉状申诉 汝宁府推官清正联名 多谋善断 他将郭晨孙章四人转来 分开审问 利用分赃不云的矛盾 各个击破 在审讯的同时 推官安排差役对这几家搜查 结果搜出了一些玉器手势 清淳娘辨认 确定是自家所有 差役还在陈天家中 找到了包童母亲送给陆文怀的玉佩 在这些证据面前 这四个人无从狡辩 如实招认了罪行 原来陆文怀的生意越做越好 家中又有美貌娇妻 这让他的朋友郭棠和陈天很是眼红 郭棠对淳娘的美色也早已动心 郭晨二人合计后 决定谋取陆文怀的家产 他们买通孙熙和张俭一同设计 郭棠与陈天负责杀掉陆文怀 张俭与陆文怀有交易来往 负责模仿笔记伪造借句 借句上面的指音 是郭棠杀掉陆文怀后 抓住他的手按上了 孙熙则伪造铺子账簿 这四人狼狈为奸 谋取了陆文怀的产业 郭棠垂涎纯娘的美色 他不敢明目张胆 担心惹来怀疑 便想趁夜间进入 图谋不轨 不想接二连三被包同破坏 没能得逞 案情大白 唐上众人无不痛斥 郭晨孙章四人心肠歹毒 推官以律宣判 主犯郭棠和陈天被判斩立决 张检与孙熙判脚 陆文怀被夺产业全数退海 并赔偿白银八百两 有四家人平摊 卷宗整理完毕上交都府 一个月后刑部就核准了判决 同时对杜熙和包同给予褒奖 转扬二人的忠义之举 结案后 杜熙帮忙打理好铺子 并找了个忠诚之人做了账房 安排完后 他与包同一同败继了陆文怀 然后返回了徐州 包同孤身一人 就留在了汝宁 管理铺子 同时照顾纯娘母子 纯娘感恩其大义 在汝宁为他安了家 还托人给他娶了妻子 包同对纯娘母子视为亲人 天意常大成人后 将铺子交付于他 结余 人与人交往 贵在交心 杜熙 陆文怀 包同三人 虽然萍水相逢 但却一见如故结为兄弟 他们虽未向蒙世中所说 不愿同生 但愿同死 但却做到了亲兄弟都难以企及的情谊 人生交到这样的朋友 于愿足矣 陆文怀是个善良之人 他见到包同沿街乞讨 心生良善出手相助 这才有了之后的幸运 虽然自己被朋友所害 但妻子儿子却收到了兄弟的眷顾 这些是他为自己旗下的福音吧 包同一贫如洗 仍然实惊不媚 可见其人品 得知兄弟有难 能千辛万苦护其妻儿周全 更是大义 值得世人尊敬效仿 杜熙不仅仲义 更是精明 他能从细微处入手 察觉事情蹊跷 以此揭开阴谋 为兄弟喜冤昭雪 此人更值得敬重 人生在世 还是要以良善为准 击下福德 自然会有福报 就算不会恩责在自己身上 好了 朋友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就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将为您分享更多 您喜欢的内容